字幕提供 一鶞做了幾套有關 Arduino 和 Worskeet 的影片 希望各位老師和同學都覺得有用 但最近又要做一些中一的編程教材 以及又要準備小學生的學習體驗 於是我又拿回這個M5出來 因為M5的入門真是容易 今天打算教大家利用M5裡面的陀螺儀 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陀螺儀 所謂陀螺儀屏就是一種內置在裝置裡面的一個零件 其實是一個三軸XYZ的定位器 所用的iPad、手機、飛機等等 都有這個裝置在裡面 自然在我們的M5裡面 都不會沒有這個Gyroscope 現在卡洛斯在用M5裡面的陀螺儀 為這個懸球定位 其實這個program就不是太難寫的 我們在編設程式過程中 我們採用這個USB 所以我們也準備好M5 Pro的desktop版本 第一樣我們要知道 究竟這個Gyroscope 這個陀螺儀 究竟在功能裡面哪裡找到呢? 其實就是在Hardwares裡面 上次我們曾經用過Speaker 以及RGB 今次我們就用IMU 而IMU按下去 就會見到 有一系列的 GetX、GetY、GetZ等等的功能 我們今天就是用 GetX和GetY 究竟是什麼呢? GetX就代表了 可以得到 沿著X軸動的一個數值 而GetY呢? 就可以得到 沿著Y軸動的一個數值 我們試一下怎樣 可以得到這兩個數值先 先在這裡拖兩個Label出來 目的是用來觀察數值 然後去Label 將Label拿出來 就將GetX放在裡面 又拿第二個Label出來 不過今次呢 是Label1 就將GetY放在裡面 大家記得的話 這樣呢 只是拿一次數值而已 如果想不斷拿到數值呢 就要在Event裡 拖個Loop出來 把兩個數值放在裡面 這個Program 就已經可以檢測到 X和Y的資料了 我們試一下看看 看到嗎? 如果沿著X轉 X是負數 X是正數 沿著Y轉呢 Y是負數 Y是正數 而這個數值呢 應該是角度來的 就是這樣 就是正90度 這樣就是負90度 而這樣呢 就是X的正90度 X的負90度 X的負90度 明白了這一點之後 我們又看看 怎樣可以有一個動作 我們嘗試一下 我們嘗試一下 畫個小波仔 出來 先把這兩個 單尾一點 畫個小波仔 出來 一個這樣的小波仔 它的位置呢 我們設定在 160 和120 即是畫面的正中間 因為畫面是320x240 所以160和120 就是中間了 我們把顏色改為藍色 嗯 這個半徑就是30 好看一點 好了 那就有一個 藍色的波仔 在中間了 我們 傳它出去 現在這個波仔 就不會動的 對不對 我要令到它呢 隨著我們的 陀螺移 所得到的資料 而運動 那怎樣玩呢 首先我們要學懂 如何改變這個波波的位置 這個波波的位置呢 其實就是 在UI 裏面找到的 因為它是你畫出來的 一個Circle 你只要按Circle 你就會找到 Set Circle XY的位置 這個拿出來呢 其實你改變這兩個數字 就可以改變那個位置 OK 譬如你輸入 30 30 30 波波就去了旁邊的啦 對不對 好 在這裏呢 我們呢 先開兩個新的變數 先 因為不是就這樣 把GET X GET Y 放進去 這兩個就行的 我們要經過一些計算的 我們開個 X的變數 再開一個 Y的變數 再開一個 Y的變數 把ZX和ZY的變數 都拖出來 放在這裏 我現在要想 究竟放什麼 在XY裡面 會令到 這個球去轉動呢 將ZX和ZY拖在這裏 這兩個變數 得到什麼數值呢 就會控制波波的運動 但究竟放什麼 在變數裡面呢 我們就要想 我們首先呢 要將這兩個 GET X和ZY放進去 是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是這麼簡單 就好 我們先試一下 不如不防 算是ERROR 為什麼呢 Can't Convert Flow to Integer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 GET X和ZY 是一個浮點數來的 而我們所設的 X和Y是整數來的 所以我們要首先將convert 怎麼convert呢 convert數字 當然是屬於數學的東西 在這裏 Maths裡面 大家會找到 Round Round 什麼叫Round 學過數學 大家就知道了 Round 即是四寫五入 四寫五入的話 那就將 小數點的後數 就變成了整數 我們再試一下 這次應該不會ERROR的了 得了 咦 整天會動 不過問題是 為什麼它縮在這邊呢 咦 剛才我們不是記得說過 因為中間是零的 所以它就滾來滾去 它滾在這邊 它會滾出來 它會滾出來少許 它滾出來少許 但是 滾不到各個那邊 好 我們又再修改了 這個過程呢 我們一邊用解難能力 一邊用計算機思維 首先 我們怎樣把X和Y轉化 因為它動得不夠大 我們要配大 第二 我們要把它扶回中間 所以要加一個 常數下去 這個常數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個常數是什麼 這個常數 但是剛才這個 160和120 這個常數是0 我們跟著這樣做 又是跟數學有關係的東西 我們先放一個 加數下來 把GETX放在這裡 加一個常數下去 這個常數是 160 然後 這 Geschichte Y都是這樣做 Y是怎麼做的 又是 等等 加 將Y 放在這裡 加上 一邊 再加一個常數 但是運動很小, 當然啦, 例如我們移動了90度, 它才移動了90度, 但是整個畫面是300多, 要成大這個數, 成幾都好, 為了很小的動作, 它都會移動,我們成10, 成10, 成大一點, 一樣是剛才那樣東西, 拿回剛才的方法, 把整塊東西搬進去, 但把加號改成好, 放一個數字, 那個數字呢, 我們決定了是10, X做的事, Y 都要做, 自然, 大家要活用這個方法, 很有用, 這個方法呢, 加減乘除都是用的, 成10, 換成, 這個Block呢, 很有用的, 同一個Block, 加減乘除都是它的, 你要做多少個加減乘除呢, 都是逐個Block, 逐個Block, 這樣去砌出來的, 好, 完成了, 我們放出去試試, 咦, 不成功了, 為什麼呢? 哎呀, 原來我們忘記了, 先乘除後加減這件事喔, 所以真的要拔出來喔, 這樣才對喔, 看見嗎? 應該先乘除後加減喔, 看到嗎? 鋪在中間了, 咦, 似乎, 似乎, 似乎OK啊, 會動啊, 咦, 不過, 有些奇怪喔, 為什麼我這樣動, 它反而左右呢? 我上下動, 它反而左右, 我左右動, 它是上下, 我們又去解難了, 咦, 原來我們轉動X軸, 它就將X軸的位置改變, 那就不對啦, 因為我們轉動X軸, 其實是Y軸改變嘛, 所以其實X和Y是調轉了, 大家有沒有留意, 這兩個XY是調轉了, 我們撿它出來, 改動它, 又會好一點啦, 這次, 我們終於成功了, 轉動X, 但是動Y軸, 轉動Y, 但是動X軸, 這樣呢, 這兩個Block, 其實可以不要的, 當初放在這裏, 這兩個Block, 都可以不要的, 我們再試一次, 終於完成了, 大家會留意到, 這次卡洛斯特地運用一個方式, 就是做錯了一些程序, 而教大家在過程裡面, 運用計算機思維, 將程序去修改, 因為寫程序呢, 從來都不是一戰耐重敵的, 我們需要不斷地去除從英文叫做debug, 最後才會有一個完整的Program出來, 今天教了大家怎樣用M5的GETX和GETY, 你猜, 你猜你們可以給個挑戰自己, 利用這兩個方法來寫出一個小遊戲呢?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請加個like, 和給點評語,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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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